十一支是簡單面積的慣性局 簡單面積的慣性局 那這問題大了 問題大了 大在哪裡 來同學 我們教你慣性局的時候 我們說它是積分得來的 對不對 那當時候積分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詳細去給它看 那我們現在講說 我們常常用的面積 大概有三種類型 你一定要幫我記住喔 三種類型 第一種叫舉行 可以嗎 第二個叫三角形 第三個叫圓形 這三個的慣性局 你要把它背起來 你要把它背起來 聽懂嗎 因為你不會積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背起來 我再講一次哪三個形狀 第一個 舉行 第二個 三角形 第三個圓形 不會超過這三個範圍了 因為所有不規則的形狀 我都可以把它切成這三種 三角形 舉行跟圓形 我這樣講可以嗎 好來 你要正正聽喔 我跟你講真的喔 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如果你沒有背起來 你什麼都不用算 真的 來同學 十一之四號 好我畫第一個 第一個在舉行 行星 行星在這裡 C 我講的 我現在講的坐標準都是通過行星的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的坐標準目前所講的都是通過行星的 所以 本來我們這寫IC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把坐標準放在哪裡 S軸上 可以嗎 那這邊呢 垂直走的 也是IC嘛 但是我就等於IY 可你嗎 所以你背的公式都是通過行星走了 可以嗎 好來 那麼 假設長方形底部叫做B 高度叫做H 那IS等多少 IS等多少 我們看過孤怒嘛 你要再搬一次也可以 這你也看不懂嘛 那我們就告訴你十二分之啊 B H 三次嘛 好不好記 好記 淘擠無敵 好記為什麼 因為十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太常見了嘛 為什麼 一半天 手錶轉一天 十二個小時嘛 我們台灣人常常用的聲像 七五號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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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爪背影 狗狗狗狗 所以十二在我們的日常中很常見嘛 一年幾個月 十二嘛 十二嘛 十二很常出現 所以你把它背起來 那IX是十二文字BH3 我要教你叫IY IY IY IY領下 你如果正著看它是矩形 你如果橫著看它不是矩形我頭給你 對吧 聽啊 所以我應該怎麼辦 十二分之啊 HB 三次方 所以我常常跟學生講底一樣 就取一次方 高就取幾次方 底取一次方 高取三次方 我如果這樣看底也是這個方向 對吧 所以是H嘛 高是YB HB SV3 這個要背 這個要背 好 百分之一百分之一要背 好 再來 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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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角形的重心再來 三條中線的角點 是不是 是 這一個是 你的C點 也就是G點 那我說 以通過 以通過 這一個的 當作S軸 這一個人當作Y軸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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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注意聽喔 如果三角形正這樣 底叫做B 高一樣叫做H 高一樣叫H iX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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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無敵好記的 叫做36分之BH3次方 好 36分之BH3次方 我為什麼說它超級無敵好記 我都是這樣記的 矩形是很好記 12分之BH3次方 三角形呢 第一個就是三 三角形就是矩形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乘以12分之一 好 36分之啊 B H3次方 我是自然記的 你可以隨便你怎麼記 不然我們還有一個36G走為上策嘛 對不對 可以不可以 聽有 好 這個要會 那IY呢 IY不用記 但是是一樣的 叫做什麼 36分之哪 HB的哪 3次方 可以嗎 好 那最後 叫做什麼型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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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那圓形的C 跟X是一樣的 就是Y 對不對 那我講過 我們在下車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直徑為 我們的標示圓的方式 好 我們都用直徑 因為我算出來的直徑多大就多大 可以可以 Pi X等多大呢 好 這個也很簡單 叫做 64分之 Pi D的 4次方 那 為什麼一定有Pi 因為它是面積嘛 面積一定在四分的Pi D平方嘛 所以 也面積懂嗎 所以 如果冠軍也絕對有什麼 Pi 對吧 那你知道我們的冠軍 都是長度的4次方嘛 所以就D了幾次方 4次方 這個你一定要背 那除此之外 你還記住喔 平行總定理我們有交過 那一天啊 那一天啊 我們這樣說 好 那就哪一天 那就哪一天啊 如果對底邊 這個叫A 走 就長方形來講 IA有多少 3分之 BH 3次方 請你 把這個也順便 怎麼樣 記起來 3分之 BH 3次方 可以嗎 好 再來我要證明 如果對三角形的底邊呢 三角形的底邊喔 這個也很好玩 底邊在這 對三角形的底邊 我說A呢 那我現在把它改一下齁 對三角形的底邊 如果這個叫做X 好 這個叫做C 好 IC等多少 IC是等於36分之 BH 34 面積三角形的面積多少 二分之 BH 2分之 2分之 D D 這個叫D D 重心到底邊 跟重心到底一點的距離 這個叫三分之二的H 那這邊呢 三分之一H 可以嗎 所以我應該寫三分之一H的平方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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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齁 九分之一 九二 十八分之一 因為分子都不用算 因為分子都是一定BH幾次啊 三次嘛 所以都不用算 可以嗎 那你既然是三十六分之一加上十八分之一 十八分之一就等於三十六分之二 三十六分之一加三十六分之二就等於三十六分之三 三十六分之三就等於 哎 十二分之BH三次嗎 有看到嗎 好 所以三角形如果對底邊 就跟舉行對行星手的慣性舉怎麼樣 一樣的公式 十二分之BH三次方 可以嗎 那順便 因為看你們 越來越聰明的樣子 如果對領點呢 如果這是A呢 IA IA 一定要從IC喔 一定要從IC去引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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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多少呢 三十六分之 加上A A A一樣多少 BH 對不對 好 第一 要移多少 這一段 對吧 這一段 3分之2 H 可以嗎 一樣分子都會是BH三次嗎 我們算分子 我們算分子就好 這個9分之2 4 9分之4才2分之1 9分之2 9分之2 9分之2分母是36 那就 9分之2 36分之8 36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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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分之9 就等於 4分之2 4分之2 BH 可以嗎 如果吃跑太鹹 就把它怎麼樣 背起來 如果不夠鹹 就像我這樣算 一下子就算了 對吧 還是趕快 平均走定你的應用 OK嗎 那這裡呢 圓 對他來講 不需要 不需要 沒有最底邊 因為圓都是繞圓形在轉 了解嗎 圓有需要解釋的是J J J等多少 如果你的IS 是64分之πd4 是吧 那圓的J呢 叫做IX加 排完 IX加64分之πd4 對吧 可以嗎 我四次方的 四次方都普遍 我都叫πd4 64分之πd4 我 4跟對什麼 4 瞭解我意思嗎 所以以後你聽我講 我都會講64分之πd4 我不會講64分之πd4 4次方 聽到齁 那IS是這樣 胖歪歪的 64分之πd4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就得歪了 32分之πd4 4次方 我會念四次方 因為這是個人的習慣 聽到 我會念五分之πd4 可能64分之πd4 可以嗎 這叫備完 好 那如果備完 那11張我就講完了 因為剩下的就是平心 平心有定理的應用 跟它的一些定義 所以請到現在有一個人 很快 你會測試一下